如果一旦要重啟核四的話 你知道說這一段時間缺電 我們包括三接遷移也好 或者是我們缺電的一個 目前的缺口 未來又該如何來補齊呢 這些都是國民黨 沒有跟人民來說清楚的 而且我覺得在目前的這個情況 台灣的經濟需要發展 你看到台積電 不管說是在高雄的7奈米或28奈米 現在正是要用電的時候 那最近這幾天 因為天氣又寒冷 又是中火 我們中火已經降載了51% 但是中部的空氣跟南部的空氣 還是依舊不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如果一旦三接因為要千里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補上氣 南部以後也沒有辦法 再把他的電再來北送 再供北部來使用的時候 那未來台灣如果要缺電的話 該是如何是好 該怎麼辦 你現在你只能夠告訴我們說 你要給一個這個 已經40年前設計的一個核電廠 這是國民黨最不負責任的地方 你們用謊言來欺騙所有的民眾 這是不公平的 那就是國民黨最不負責任的地方